第三十二題 三十二三三四題組 途中一條彎曲層曲徑圓弧形的水管放在水平桌面上 若將一缸珠由水管P端用力退入 缸珠沿水管運動 若水管內壁與缸珠的摩擦力極小 且缸珠在水管中運動時 水管位置沒有移動與變形 所以缸珠最後會由水管Q點跑出桌面上 並能在桌面上繼續運動 是回答三十二三題 三十二題是問 下列有關缸珠在水管中的運動情形叙述何者正確 我們曉得我們的缸珠在這個圓弧形的水管運動 是差不多就是一個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的運動方向一直在改變 所以不會是等速度運動 同時加速度方向也一直在改變 所以也不會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選項A跟B都是錯的 而我們知道要做圓周運動 一定要受到向心力的作用 所以選項C說 除了摩擦力之外 沒有受到其他外力作用也是錯的 那我們知道向心力一定是會跟運動方向互相垂直 所以他用來改變運動的方向 所以選項珠呢是對的 所以第三十二題問我們說 下列有關鋼珠在水管中運動情形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 鋼珠在水管中受到向心力作用 而不斷改變運動方向 你不算是在水管中的水管中運動 所以看要在水管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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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管中運動